西滑潜艇筆款除了莫拿以外 筆位的O型環和筆件的垫片如果沒有辦法密合的話 也是導致上莫失敗常見的原因 O型環位在筆桿的尾端 你要準備一支一字起字 深入筆桿以後 稍微旋轉一下一字起字 用手部的感覺去找到螺絲釘的一字凹槽 取出螺絲釘後拉出上莫管就可以拆下尾蓋 上莫桿則是由筆桿的另一側推出來 由筆桿的尾部你可以看到一個凹槽 裡面就相有O型環 拿一個尖鑷子把O型環挑出來 這種鑷子你可以在電子材料行找到 其實電子材料有很多工具 類似這種細小工具在修桿比上還蠻好用的 換一個新的O型環 把它裝到原來的溝槽裡面 就OK了 安裝正確的O型環是不會有任何彎曲突出的情況 它應該是平整的箱在那個溝槽裡面 最後就是依你當初拆下來的方式 可以一一的把所有零件裝回正確的地方 除了尾部的O型環以外 在筆尖握位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有一段平光滑的面 那這一段其實它是跟筆尖黏在一起 可以選下來的地方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塊橡膠片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塊橡膠片 現在這個看到紅色的是後來自己重製的矽膠墊片 西滑原廠的應該是一塊黑色的橡膠片 西滑潜艇上墨發生問題 大概不外乎就是墨囊 O型環和墊片三個部分 西滑潜艇內部構造以金屬構造為多 所以萬一有發生墨碎 滲入筆桿的情況 一定要立刻拆解之後兩桿 以免這些零件生鏽 就算是有一個橡膠片 如果是有一個橡膠片 就算是有一個橡膠片